各位好明的消息來看到美國府國務卿選擇 是在中國田中和中國外交部長 王爺和府外長來登開兩項的這個 會談 王爺是來講到講臺灣問題是重要中的重要 叫美國賣青菜賣白鴨 但是美國 郭文怡有何發表聲明 中美田中會談 美國府國務卿選擇 先跟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向中國國務卿發佈的內容 中國一開始為主公家政黨 並且提出能分清大 包括財政對中方領導人關完的制裁 也包括財政對華為財務卿民間之為印度 向香港強調 中美關係現在的經濟下 就是因為美國有些人跟中國動作加傷的敵人 把美國國內深層次的結構性過斷 甩過到中國身上 來服務國內政治 但他們是不會得逞的 唯獨打壓 極限施壓 搞不垮中 也救不了美國 現在還要跟中國外交部 王爺開始第二條面目的回答 王爺占對中美的關係 實際控制提出三點要求 明確的位置三條地下 其中在第三點裡面 王爺強調 臺灣問題是 中點裡面的中點 要求美國不能隨便去喊 中方還重點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 臺灣 涉疆 涉港 南海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行 向美方再次表達強烈不滿 停止踩紅線和玩火挑釁 美國國部委員會發表聲明說 這條回答直接臨時公開 雪蔓也向王爺提出 美國方面對中國有些行為擔心 現在還要跟中國有關 現在還要跟中國有關心的 這面回答是不是卡到 是拜會 羅道俠因是美國主信廣闊的為公 回答並沒有說到相關議題 也不是这边回答的没得到 恭喜这门定位林宾教